哈利路由斯多克斯丁 大家愛不愛吃乾麵啊 油麵炒麵意麵都很棒 但是要怎麼樣把乾麵做到昇華 變成Find Dining等級呢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主題 大約半年前來恰恰Tay用餐 因緣際會之下認識了主廚Louis 他的招牌料理就是龍蝦乾麵 今天就要深入Find Dining餐廳的廚房 偷學幾招 Let's go OK 我們現在已經進到恰恰Tay的廚房了 在我旁邊就是主廚Louis 嗨 大家好 我是Louis 今天的這份乾麵我已經期待很久 真的很想知道到底是在廚房怎麼做出來的 今天特別利用你的休假日 就是為了來給你學個幾招 這份乾麵它的獨特之處你覺得在哪裡 我覺得比較特別的話就是可能在醬汁的部分吧 因為我們的醬汁裡面就還有法式的那個Bisque 龍蝦的醬汁 我們還就在混入了自己做的辣油跟醬油 創造出跟其他的乾麵不一樣的風味 不只是這樣 其實在主廚製作的過程當中 他會運用到很多的小技巧 等一下我們通通都可以看得到 主廚 請問 喔 沒問題 我們今天用到的食材的話 就當然有調味蔬菜 廚房裡面所有三寶 西芹 洋蔥跟紅蘑菇 然後還有一些蒜頭 龍蝦它的頭跟它的腳 我們真的是不讓Fran 把它的頭拿來做醬汁這樣 那本身這些頭就帶有很大量的味道 跟一些香氣還有鹹味 當然我們在炒Bisque的話 會用到大量的奶油 有的人會放新鮮的番茄 那我這邊畫的是放番茄糊 我還多放了乾燥的柑橘皮 給它提升一些水果香氣 通常越不越跟辣椒 然後用到白蘭蒂 還會用到一點清酒 清酒的部分是在讓它再增香 白蘭蒂的話就是提供整個醬汁 味道的厚度跟甜味 Bisque 只要是蝦之類 龍蝦甲殼類去熬煮出來的濃稠的醬汁 或者是濃湯 我們為了讓蔬菜可以快速的 把它的所有的甜分全部釋放出來 所以我們會先預炒 同時是把它切成比較細的樣子 炒這種蝦高湯的醬汁的話 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是油 這個部分一定要夠多 因為基本上它的甲殼酥 跟那些香氣都會濃進到油裡面 所以說油就不太能捨 然後在炒的時候就要確保它是平鋪在鍋子 讓它接觸鍋底的 會同時照顧這個蔬菜 剛開始的時候它會正在蒸發它的水分 炒到大概一半的時候 你會發現可能水鹽變少了 然後那個油泡感也減少的時候 我們就才直接下奶油 奶油下去的時候就是為了讓它上色 增加香氣 半炒這個龍蝦高湯的過程就是要一直照顧它 因為它很容易黏過 差不多炒到這個時候就準備下奶油了 奶油它裡面還有很大量的一些乳蛋白 它變成焦化那個過程 它會提供很大量的纖維物質 跟一些香氣的東西 這些東西在跟龍蝦本身的味道合起來 它才有辦法照就出 它這個醬汁特別的地方 所以當然也可以不放奶油 但是香氣的程度 醬汁你吃進嘴巴裡面的醇厚感 就會有一大半的落差 然後到這時候 我們就會轉比較小一點的火 然後奶油下下去之後 就很注意那個鍋底的狀況了 奶油本身就已經有很大量的乳蛋白 它會焦化 然後加上龍蝦本身 所以要一直不斷刮鍋底 它就會糊掉了 這時候番茄我會先在旁邊 跟旁邊的蔬菜一起炒 稍微把它也炒香 蔬菜這邊我會自己會下清酒 讓它帶一些水分 蔬菜先去做第一間段的熬煮 讓它去釋放出它的甜味 然後這時候我們就可以準備 再把火再次太大 我們準備要下那個Bandier 因為我們下的Bandier 其實下的量滿夠的 因為有部分是希望醬汁 它的風味要很厚 要跟辣做抗衡你的醬汁就夠濃郁 所以下酒有部分我們下滿重的 那這時候我就會偏關火 揮發完了 我們就可以準備下蔬菜跟水了 有的人會加蔬菜高湯 有的人會加雞高湯 有的人會再加二次龍蝦高湯 就是像我們第一次煮完龍蝦 我們再拿它剩下的醉料 再煮一次大概十分鐘左右 然後萃取出一個很堅硬的高湯 我自己的話是比較習慣加水 或者是二次龍蝦高湯 有時候加雞高湯 或者是其他的高湯 它的高湯味道會壓掉龍蝦的味道 我想要的是一個很純粹龍蝦的味道的醬汁這樣子 像我們在熬的話 我們是我一滾 我們就會轉成小火讓它變成魚眼泡 我們第一次會先設定30到35分鐘 先試試看味道 如果我們覺得好像還可以再熬一下 我們會再加個5分鐘 但是差不多在40分鐘的時候 我們就停止熬住了 我們就會把液體也過濾出來 還不夠濃厚的話 我們會再去做濃縮這個動作 讓它縮到我們想要的味道 我們才會完成這個醬汁 在法餐裡面代表的是 甲殼類濃湯汁的意思 可以是蝦 可以是龍蝦 或是其他的甲殼 熬成的那種深棕紅色的那種醬汁 或者是高湯 熬完高湯了之後 我們過濾完了 會再濃縮到我們想要的味道 最後會再加上一些帕瑪森的起司 去調整它的鹹度跟鮮味 最後得出來的成績就是像這個樣子 哇 真的是非常的濃郁 然後帶有那種很濃厚的 蝦膏香味的這個醬汁 做出了這個精華的醬汁之後 我們要幹嘛 我們就開始煮在我們的麵 然後組合我們就是有剛剛的Bisky 同時有我們自己做這個 柑橘辣油 它就裡面就是有我們自製的辣油 即我們自己體面的柑橘油下去做混合的 這個醬油的話是 我用了我老家的一個底牌的醬油 跟蝦蔬菜做熬煮 然後成為現在這個乾味的醬油 燙完麵了之後 我們會把這三些樣東西全部結合 變成我們現在超級的經典的龍蝦麵 進了廚房才知道 乾麵並不是只加這個高湯醬汁而已喔 你還必須要有特別自製的醬油跟辣油 才能夠堆疊出足夠的層次感跟風味 吃起來才會有那種昇華的感覺 接下來就是我們龍蝦的身體的部分 做簡單的調味 首先我們會先將它的煎到有那個香氣這樣子 要讓客人吃得方便 我們會把它寫小塊一點 差不多一口大小 出餐之前的時候呢 我們會淋一點炭油 讓它帶有一些些 炭燒的香氣 因為它是新鮮的麵 所以我們只煮一分鐘 然後我們冰蒸完後 它那個麵就會變得比較Q彈 再次的回去熱水過一下 讓它回復成原本有的熱度 這樣就可以了 要確定的把水給甩乾 那些水殘留 它都會濕濕掉我們龍蝦的那個醬汁 一份麵的筆就是這樣一勺 這邊是兩份麵 我就把它拌勻 這時候它那個麵條 就會開始吸附那些龍蝦醬汁 它就會像這樣 有點像麻將麵的感覺 我們會做捲麵的動作 然後把它捲起來 加上一些蝦葉蔥 炸過櫻花香 增添在一些蝦子不一樣的香氣 同時一些脆口感 炙燒過後的柑橘丁 接著我們最後放上我們的蠟油 這是那個西芹苗 它會再增加一點清香的味道 當我們在吃的時候再多一個層次 我們招牌龍蝦乾麵就完成了 看完了龍蝦麵以後 同場加印另外一道料理 上次我在這邊吃到了一個鮑魚料理 我覺得那個肉質實在太軟嫩太神奇了 我就很想要知道到底是怎麼做出來的 在我再三恳求之下 Louis主廚他答應了 來分享他這個鮑魚料理的製作的秘辛 等一下我們就來一起來看看 這道料理神經雞湯搭配上我們的鮑魚腳 還有蟲炒花 看起來很簡單 但它其實是需要很多工夫的一道菜 先從鮑魚的廚語開始 我們要先把鮑魚從殼上 現在會從它嘴巴這個地方 因為它另外一邊是它膽藍跟胃的地方 如果你從這邊挖 很容易就把它那些都挖破 可能會變苦之類的 接著我們要處理掉它的脹氣 這邊的話有一個嘴巴 口氣的部分我們會把它剪掉 這個地方 這樣洗完了之後 它的邊邊這個地方 我們會把它刷乾淨 因為它有時候會有長一些脹污在這個裡面 那我們接著要做 將它變軟的這個步驟 就是它最硬的部分 其實鮑魚在吃的時候 會覺得口感很硬的部分 都是因為這一款 接下來就是要做一個物理性的敲打 日本的Chef他們為了將那個章魚給變軟 會做按摩 或者是做鎚打 就是小心的打這個地方 輕輕的這樣打 把它慢慢的把它打軟這樣 你就摸起來看像乾貝的那種感覺的質地 像這樣的話就可以了 每顆鮑魚的狀態不太一樣 有的鮑魚可能反而就很硬 所以你可能敲打聲就很長 我們這個場上送來的鮑魚 都是屬於反而就比較偏柔軟 我們再放它更柔軟一點 確實就像是 頤壓生乾貝那樣子的一個觸感 那我們在做鮑魚腳之前 而且我們的鮑魚一樣也會先做煎香這個動作 也是會經過奶油香煎 然後增加它的香氣 因為鮑魚它現在這個狀況 如果直接加去加熱的話 它會流出很大量的湯汁 因為我們這是孔酥梅 所以那個湯汁流出來的話 它就會導致孔酥梅就不再清澈了 接下來我們就是進入包餃子的環間 第一個這個會提供一個口感 第二個就是它可以幫我把鮑魚 它多餘可能之後會流出的汁水給包住 我們首先要確保它不會有太多空氣在裡面 最大的困難處就是它的這個側邊 它會有空間 所以我們一定要先把氣泡給擠出來 像這樣子 這邊會先預留 我們不會立刻封口 我們會慢慢的把它 風氣從這邊開始慢慢的把它擠出來 然後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我們才做收尾 我們會修邊 為了讓它的樣子 比較接近像原本鮑魚的樣子 我們會將它多餘的扁角給修 讓它像是一樣是橢圓形的 我們的孔酥梅可能跟原本的 傳統的法式孔酥梅 有點稍許的不同 除了用老母雞 那也用大量的雞爪 雞翅 去提供膠質 我們也加了精華火腿 增進它的香氣 讓它的味道更深厚一點 然後這時候水滾了 我們就可以下一個鮑魚椒 烹調的時間和鮑魚的大小 大概30秒到1分鐘 一樣用孔酥梅去做泡發的蟲草花 我當時想用駐造料 就是讓客人覺得有一種食補的感覺 我們再撒上一些菜蔥 金箔的話是為了讓糖餅更美觀 讓客人覺得這道湯貴氣一些些 那這樣我們的神經病湯跟鮑魚椒 就完成了 看完這兩道料理的製作過程 我真的也很想問一下 做這些料理的理念跟想法 會是怎麼樣 那時候我就在思考 有什麼東西是 會把法式的東西 跟中式的東西 結合在一起 但是有不違和 因為當時我在 厚不雄的廚房 我們在做龍蝦麵的時候 我們是會加辣椒的 有沒有一個機會 把它做成一個 新版的屬於我們自己的一個半面 直到最後就是 出現了現在這個樣子 付出這麼多的努力之後 就沒想到 最後就成為你們 恰恰的招牌菜 嗯對 湯應該算是你們的 一道新菜對不對 對因為我在設計 菜單的時候 我叫季節給的感覺 提供一個很舒服的湯品 我覺得蠻重要的 這道龍蝦麵我吃過 這道還沒有 所以我現在就來試試看囉 看起來是相當精緻的 是那種很雅致的感覺 好喜歡喝你們的湯喔 不是單純的 它就是混了一點 中餐元素的 鮮味感很濃郁 喝起來就是一種 暖呼呼的感覺 真的是很適合 秋冬的一個料理 很療癒啊 也讓我很想要問一下 路易斯主廚 你的料理是 就是髮餐底 然後你會加入了很多 中餐的元素 或者說一些 時令的一些想法進去 要怎麼樣去把這東西做到平衡 應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我構思菜色的時候 技術跟一些味道組合的運用 我還是是髮餐的為主感 在構思這些料理的時候 我會做一個 拆解的動作 為什麼它好吃的原因 給列出來 在結合的過程中 我會確保這些東西 是有被體現出來的 料理沒有秘辛 只有夠不夠用心而已 是 今天呢 也跟主廚 偷學了很多招 希望大家呢 在這一次 充滿滿滿乾貨的影片裡面 也可以學到很多 如果好奇 路易斯主廚的這個料理 你也可以輕聲的來 喬喬提 來用心的品嘗看看 以上呢就是我們這一次 深入Find Dining廚房 看他們如何製作料理的過程 那我是克里斯丁 喜歡影片的話也請 按讚分享訂閱頻道 大家對喬喬提有興趣的話 我們也會把資訊 放在下面的連結 大家可以點進去看 我們下期影片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期 её 我們下期43 超級不幸的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